哈囉大家好我是古都巡弱的張小人 張小人就是我 那今天呢我剛好去園藝店 那這支是我常常在用的日本剪刀 它叫做月乃新山 它上面都有打一個鋼硬在上面 月乃新山的鋼硬 Made in Japan 可以打在上面 有看到Made in Japan 那這支剪刀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多好用勒 它非常的銳利 那比如說這種線 這個是仿殺線 正常這種線我們要拉直才能剪斷 那月乃新山的剪刀多厲害 它就是扣一下就斷了 非常厲害 它非常銳利 那我今天就買了另外一支 跟大家同等級 這個是叫圓兆 那它是寫什麼 它的鋼鐵它是寫軟鐵特殊鋼 任務 它寫任務專用特殊鋼 那這兩支剪刀到底哪裡不一樣 我們先比較一下外表 那月乃新山它是 霧 打霧的怕不威 上面這邊是磨亮的 那可是呢我用了一陣子以後我發現 其實它打霧的這些地方會生鏽 看到嗎 那我買了這支圓兆的 一樣是日本來的 那它整支剪刀是採用剖光式的 有點類似醫療級的那種剖光 日本製 那這兩支的大小我們來比一下 月乃新山越大 但是月乃新山本身就有分大剪刀跟小剪刀 它有分很多種 那我們來看一下圓兆它有沒有辦法 可以把這種仿殺線瞬間剪斷 在不出力的狀態下 月乃新山的剪刀比較頓 所以它沒辦法瞬間把它剪斷 然後線就會變這樣 水水 但是你拉紫去剪一樣就剪得斷 廢話 但是那我剛才使用的這支剪刀 去做修剪之物和拔側牙的功用 我覺得它的銳利度還是夠的 只是說它可能去剪綿線的話 比較不足 比較頓叮這樣子 但是它的手感上 會比月乃新山好用 它手感拿起來的感覺會比這支好 但是這支的鋒利度會比它好 所以各有優缺點 但是它們兩個應該是排列在同等級 然後 我簡單的看了一下它們的製造地點 它們都是在那個 三條市 它也是在三條市 然後電話開頭也都是0256 所以它們兩個應該是同一個地方出來的 同一個地方出產的 而不是同一個 就是同一個 同一個縣市製造的 其實它們後面寫的都是日文 我也看不太懂 但是我用起來 我覺得說 白白都是日本品牌的東西 那可能月乃新山 比較適合推薦給大家 因為它的CP值比較高 真的非常好用 那這一支 原造的這一支 我也用起來 今天用起來也覺得不錯 因為這是我今天晚上剛買 所以我第一次使用 那兩支的設計也不太一樣 虎口設計也都不太一樣 這個有開口的 這個沒有開口 那握柄的大小 基本上是差不多 然後它的緊實度我們看一下 密合度也是不錯的 收刀上去以後就比較不會掉下來 它們兩支的密合度都做得非常好 那我再用一段時間看看 這一支會不會誰生 如果會誰生的話 就像月乃新山這樣子 誰生的 但是它的刀頭也都沒有生鏽 它就是刀柄這個霧化的地方會生鏽這樣子 所以 它的鋼材應該不一樣 那鋒利度真的是 月乃新山比較好 那這一支 我去買的時候 我有稍微的問一下老闆 老闆是說 這支使用上 大家說比較頓一點 但是也是一樣好用 所以如果你要選購這兩款的話 你要選購這兩款 這兩款的話 我比較推薦月乃新山 它比較好用 那這一款是比較順手 那以相同價位去買的話 我推薦買這一款 可能會比較實用 因為我們自己在用 那也是要去做比較 那比較順推 跟大家講一下實測的感覺 是如何 那我今天用完 真的是覺得 還是月乃新山好用 那我記得還有更高階一點的剪刀 改天有看到我再買回來試一下 那再跟大家講一下 用使用的心得這樣子 好就這樣 掰掰 掰掰 還有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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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遍